1940年5月10日 一次出征的军队 绝大多数由伦敦周边及苏格兰乡村的平民组成 在英国历史上 平民第一次以如此大规模参战 正是在二战时期 过去的重大战役 通常由贵族亲自率领冲锋 贵族家庭在欧洲社会中根深蒂固 家长们往往将自己的子女送上战场 以获得荣誉和战功 提升家族的光辉 历史上 如罗斯柴尔德家族 布特家族和卡贝家族等 都是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世家 在当时的英国 平民和奴隶几乎没有资格参军 冲锋陷阵的多是贵族子弟 那么 这位老人为何感慨英国再无贵族呢 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最惨烈的索姆河战役 在二十世纪的欧洲 经济危机如同狂风骤雨般袭来 英法战争与普法战争的双重打击 使得各大主要国家深陷经济停滞 和工业衰退的泥沼中 随之而来的是 曾经辉煌的贵族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由于缺乏强大的资本支持 各大家族纷纷寻找出路 努力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 崛起中的德国 对英法独占的殖民利益感到不满 决心扩军备战 试图分一杯羹 在这种秩序不平等 经济发展失衡的背景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会逐渐浓厚 德国与其盟友 开始与英法俄三国协约展开对抗 这场战争的爆发 完全超出了各国的预期 最初 各国普遍认为 战斗将在半年内解决 英国人自信满满 甚至期望在圣诞节前 就能攻入柏林 而德国人则相信 能在年内占领巴黎 然而 战争却意外地持续到 1916年下半年 双方的交叉变得异常激烈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双方军遭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 国内经济激进崩溃 民众的厌战情绪不断上升 随着战事的胶着 协约国集团的形势愈发严峻 为了寻求突破 英法两国决定调动重兵 将德军从法国境内 驱逐回法德边境 并缓解法尔登战役 对法军带来的巨大压力 英法联军 集结了罗林森将军指挥的第四级团军 和法国福旭将军的第四级团军 兵力达到32个师 配备了3000多门大炮和300多架飞机 准备在亚美以东的索姆河地区发起进攻 打破德军防线 德军将索姆河防线 誉为最坚固的防线 在此布置了8个步兵师 1000多门大炮 以及114架飞机 整个防线分为三道防御 纵身达到8公里 前方布满了密集的铁丝网和坑道 双方都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索姆河注定将成为一个人间地狱 正如前文所提 英国未赢得这场战争 实施了全国总动员 贵族子弟们纷纷响应 决心延续家族的荣誉 踊跃参军 然而这样的努力显然不够 英国军方还大规模招募平民阶层加入战斗 6月24日 英法军发出了总攻的命令 为了彻底摧毁德军阵地 减少几方伤亡 他们展开了为期七天的猛烈炮击 德军阵地每天遭受近两万发炮弹的轰炸 德军的第一道阵地几乎被完全摧毁 但英军因对德军隐蔽技巧的顾忌 而没有立刻发动进攻 在德军完全从炮击中恢复反应后 英军才缓慢向前推进 当时 德国作为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 在战术应用和灵活应对方面 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而英国则仍沉浸在19世纪的队形战术中 战术显得呆板和单一 7月1日 英法两军对索姆和右侧阵地 发起猛烈攻击 由于德军尚未完全进入阵地 右侧阵地很快被联军攻破 然而 在左侧阵地 英军贵族士兵采用了密集的冲动战术 他们错误地以为 德军会像绅士一样 走出战壕与他们一对一决斗 然而德军却依托战壕进行反击 在这一战中 德国最先进的武器 马克进机枪首次登场 它能够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 成为步兵的致命武器 英军数万人齐头并进 冲向德军阵地 带头的贵族军官高举军刀 发出呐喊 数万英军贵族士兵 浩浩荡荡地朝德军阵地前进 然而 结果却是德军的马克进机枪 如同死亡的收割机 疯狂扫射 阵地前的英军 一排接一排地倒下 尽管如此 出于对贵族身份的尊严和面子的顾虑 英军仍然不断前赴后继地冲向德军阵地 不久 英军的尸体便堆满了前方的战壕 放眼望去 阵地前尸横遍野 英军的遗憾几乎无边无际 而阵地中的德军 则疯狂地换人进行收割 战斗持续到傍晚 甚至连德军士兵都忍不住对着英军呼喊 快回去吧 不要再来送死了 战后的统计数据显示 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 英军就阵亡超过六万人 其中80%都是贵族士兵 如此巨大的损失 让双方意识到 战斗已经转变为残酷的阵地战 从7月2日起 法军与英军再次调动重兵 对德军阵地展开攻势 然而 由于双方在战术指挥和调度上存在分歧 导致进攻速度缓慢 此时 德军迅速调集新的预备队进入阵地 并重新加股防线 战斗逐渐向英法联军不力的方向发展 到了7月中旬 由于人员伤亡惨重 平均每天战死上万 英军不得不从国内争调 更多的贵族士兵投入战斗 到8月中旬 英法两国在索姆河前线 又投入了20个师 德军则增加至40个师 战斗完全演变为 一场惨烈的消耗战 白天 双方士兵藏身于战壕中 以躲避炮火 待对方的炮击过后 步兵才会组成队形发起冲锋 由于双方争夺每一寸土地 英军的战壕 距离德军的战壕 有时仅有一百米 甚至有时 双方的手榴弹 都能扔到对方阵地上 每隔两天 双方会宣布停战 开始收容阵亡士兵 然而 由于伤亡人数过于庞大 整个后方阵地 上尸体堆积如山 英军不得不调来上千辆卡车 将遗海运送到后方处理 前方战士的缓慢进展 让英国国内焦虑不已 迫不得已 他们只能将刚刚研制出的 陆战之王 坦克压上前线 这也是坦克首次参与 世界战争史上的战斗 果然 德军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震撼了 往往一炮轰下去 就有十几名德军被击毙 驻守阵地的德军步兵 因此产生了心理阴影 甚至主动退出了战斗 然而 由于坦克的技术和装备尚未成熟 英军尚未掌握 不坦协同作战的战术 缺点暴露无遗 尽管坦克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力 德军总能找到应对的办法 在当月的战斗中 参与战斗的18辆英军坦克中 就损失了过半 不得不撤出战斗 随着秋季的来临 索姆河的气候变得愈发恶劣 连日的大雨 让阵地变得泥泞不堪 双方士兵只能窝在战壕里继续作战 泥泞的道路 使得战斗变得异常艰难 到了十月 异常寒冷的天气 又让无数士兵冻死 在这种情况下 英法两军决定 在12月之前 撤出索姆河前线 以避免进一步的伤亡 索姆河战役 虽然以英法两军撤退告终 但却极大的消耗了德军的实力 从而减轻了 在法尔登苦战的法军压力 据战后统计 德军在此役中 投入了上百万大军 最终伤亡人数超过53万 损失了数十个精锐士 然而 英法两军同样损失惨重 法军伤亡超过34万 而作为主力的英军 更是损失了近50万名士兵 其中贵族士兵 占比超过50% 伤亡率更是高达80%以上 这场战役 对英国的贵族阶层 造成了沉重打击 无数贵族家庭后继无人 开始逐渐衰落 正因如此 时隔20年后 那位伦敦老人会感慨地说 英国再无贵族 索姆河战役的伤亡总数 高达134万余人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规模最大的会战 尽管战斗造成的伤亡人数 突破了历史新高 但也带来了人类科技的迅猛发展 在这场战役中 坦克 马克信机枪 毒气和战斗机等 高杀伤力武器 邂逅登场 热武器的快速发展 彻底改变了战争规则 然而 战争的惨烈是 没有经历过的人 难以想象的 在此 我们仍然希望 人类能更多的沟通与理解 避免重蹈覆辙 感谢观看